首先出场的是林雨菲 高子健 这些选手的整个服装还是非常漂亮 很亮眼 关键是女孩身材比较高调 线条很长 舞蹈旋转的姿态也非常的优美 我发现到现在上场 这是第五队选手了 大概有四个选手 都是用舞蹈旋转来作为第一个 开场 对 开场动作 这是一个鱼刃浮线很长很大的一个单族的 就是一个老两个人完成的很好 现在正在进行的是一个手拉手的一个继续步 随着自由舞 这个平常舞蹈自由舞 规定动作的这个 非常明确的这个产生 他们就是 我觉得对于 叫做自由意 就是评判员来讲 他们就是更好 更好进行评判 所以每一个动作 完成的质量 分数给出来以后 他们自然这个排名就 就出 对 就出来了 这个时候跟那个 推了一的 这些优秀的平常舞蹈 那种人聊天的时候 他们自己就是在叫苦 就是说 我说其实我们没划过冰上舞蹈 觉得他们没有难度动作 应该是这几个项目当中比较容易的 然后用他们的话说 其实冰上舞蹈最难了 你看他什么东西不需要 这个女伴都绝来绝去 他们这样去形容自己 我们都快被绝舌了 而且他们对于很多划行 包括一些姿态 要求抠得更细 对 他说你说我们不需要什么 我们不需要爆发吗 里面的很多动作都是需要爆发力的 就是说作为一个冰上舞蹈运动员 确实是需要的 我后来仔细地想了一下 也确实是这样 力量 因为他们可能在整个节目内容当中的 技术编排 其实没有像跳跃这么直观的一个感受 但是自从这个动作有规定了 然后还有极别的这个要求了 他们的难度确实一下就增大了非常多 就是怎么说 从哪个难度最重要 就是说他们的体能 对于男班女班都是一个挑战 你只有把每一个动作 难度做到自己能力的最大限度 然后你才能拿到更高的分数 所以他们需要那种情绪带动 是需要你更夸张 然后在后来我们还需要有更好的情绪 比较大